消防及搜救人員 合力運送橘色單架上受傷的 張姓女登山客 小心翼翼下山 因為沿路都是尖銳的石塊 救援人員不敢掉以輕心 救援行動從白天到黑夜 只能靠著頭燈照明 事先不佳必須互相提醒暴露 避免意外再度發生 花蓮傳出登山意外 3號凌晨5點左右 5人登山團行進 中平0到28公里處時 一名張姓女隊員 疑似失足滑落8公尺身邊坡 所幸張女意識清楚 但多處受傷無法行走 再加上天候及地形因素 搜救隊只能用搬運的方式救援 搬運了12小時 走了9公里的一個路程 終於將傷症後送下山 所幸救援過程相當順利 張女下山後也被送往醫院治療 但登山還是得評估身體狀況 以免遇到意外應變不及 記者劉吉佳吳淮漢采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